世上年年轻人他们都觉得来啊 就这样一个概念 他就说没关系 也许我们年轻人反而 想的没有那么多也不一定 但是他们那种心态反而是很开放的 很纯真的 对对对 单纯的 对 他们会有点关心的是说 那他们来会不会 如果在我们这边就业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劣势这样的 那如果他们以后拿到学历 那可以考我们的公职人员的考试 劣势这样的一例都有 那我们办公里的目的就是出去解释 说事实上这个陆生来台 他就好像来我们这边流血一样 他学习完毕他就应该回去 就好像我们到美国流血一样 学习完毕我们就回来 所以在那边就业 或者说来来以后在那边就业的情况 应该不会发生 那报考公职人员那个部分 因为法律上都有规定 就是你一定要 中华没有国民才能够报考 所以有很多余力 其实是因为 也许是没有充分地去了解 那个整个我们国家的法制规定 那个部分 所以这其中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针对人性的发展 而产生的积极效应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学生觉得说 我不怕大陆学生来跟我比赛 因为他们来跟我比赛 会让我更努力更进步 学习更多 那将来不管公民营 特别是民营的大公司 要招考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学生 更优秀 更能考进去 我认为他们担心的 恐怕不是公职 恐怕是当很多大公司要招考 刚刚大学毕业生 对自己没信心说 有别人来抢饭碗 所以如果从积极面来思考 不怕竞争的话 路深来台就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